拿到法国语言学校的录取以后 我可以去递交长期留学签证申请吗 当然可以 这是很多小伙伴问过的一个问题 大家知道很多学校的话是零基础都可以申的 语言学校是只管 就是你申请付费以后的话 我就会给你下这个录取 但是大家要注意 拿到这个语言学校的录取以后的话 跟你去申请签证其实是两回事 我们在申请法国留学签证的时候的话 至少要达到一个法语B1的语言水平才行 我的录取的这个学校并没有要求 我有语言水平 那为什么我去签证 我就一定要提供B1的成绩呢 因为这个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些因果关系在的 其实高教署跟语言学校是两个独立分开的这个机构 在国内的话 法国高教署面签的这个地方 它是干嘛呢 它是要审核大家到法国的学习计划的 大家的学习计划并不是指的语言学习计划 要注意是你未来读完语言以后的专业学习计划 举个例子 我们要申请的是离安二大的语言学校 那你未来的话 要搭配一个离安二大的专业学习计划 比如说我学完这个语言以后 我要进入到离安二大的管理学专业当中 高教署是主要审核大家这一部分计划的 那大家想一下 进入到管理学这个专业的话 至少需要一个法语B2的语言水平 如果你在国内没有达到B1的语言水平的话 你如何证明一年的学习 你就能考到法语的B2语言水平了呢 所以这种情况下在面签阶段的话 就会直接被退回来材料 就是需要你提交法语成绩 至少要是一个B1才有可能过签 这个语言水平的话 一定要跟你未来进入专业课要匹配 比如说你的专业课要求的是C1 那你至少要提交一个B1加的语言水平 才能证明你能在一年之内达到学校的入学计划 入学要求 如果是一些商课类的专业课要求的是B2 你考到B1 经过一年的学习就可以考到B2 所以大家注意拿到语言学校的录取以后 大家零基础的话 千万不要开始申请 一定要把语言达到B1之后 我们再去申请 好了 这就是最近一些小伙伴问过的问题 因为马上就要入学了 现在语言还没有考 那就会非常耽误大家的时间 很有可能录取就要作废了 好了 我是马克老师 Mercie